141897就来了 抬头你看对方开门了 雨晨是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 是的 先成功拿下一分悟空 这就很难受了 TYE 帮别人搜了一波物资 对 他的一个站位的话还是懒困在里面的 是的 双方啊 双方包括说这个旁边的烂尾楼都很香 是的 忘了直接被抓了一手 高点 菠菜 主要是什么呢 他这北边一个大一程完 直接要撞马的这个位置 下车 哎呦 M200 直接连打逮捕 是的 没有基础镜啊 前面的一波扫车 在调整之后的第二波扫车 也没有成功造成第一时间的击倒 反被秒了 拉过来锁定了位置 但是对面是两杆枪 567 直接连打两个 这个特声帮架的架得太稳了 嗯 锁定了长调房的最后一名选手 又压过来了 而且KRG和ACG都过来了 KRG是一个人 慢慢的看看 有没有这个抢淘汰分的机会 是 直接打了一个大背身 M200 Ruler也得手 小C直接被放倒 直接被补掉了 KRG就舒舒服服啊 在高点 然后过去对打了 是 这波其实在打掉了双房和毒房那边的HQ的其他人的时候 WCG已经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了 鎖定了场也合了 然后DSS就可以直接拿到刚刚GFI放出来的这个防区了 嗯 好的 竹篮开始要互换了 看一下 混进一楼再说 Ruler先被带走 567也被炸成了一个残血 乘胜追击 WCDC在今天的发挥整体来说不错的 个人有也有一个六个淘汰的这个积累啊 是的 一局六个淘汰 然后FORGAN一颗手雷也是淘汰掉了567 刚刚看到一个危险动作 两个人提两人配合的时候 一个还是要 就是你顶前点位的一个一定要提枪 你队友在后面帮忙给一点 道具啊 道具都可以 远点的枪械是把马东西给放倒 中间的话也是封了一条一线烟 泡泡在后点架一个枪啊 木子连边出枪 那你又直接被放倒了 先打头顶 嗯 就近点烤鱼目前眼前全是5 要切了 切过来 我一瞬之间 CDG掉两个 755拿把AK啊 但是泡泡的架枪直接是 打退了烤鱼往前冲的这样一个动作 烤鱼又把临场给放到 现在的话只剩下了泡泡一个人 而且锁定了对方最后一人的位置 哇这要反打有点难啊 超级泡泡 能秀得起来吗 感觉SMS不会给这个机会 这个CVG毒狼 还是因为前面两个队伍三对三的时候呢 这个投掣物都扔完了 身上应该只剩烟了 嗯 不然去清这个毒狼泡泡的效率应该会蛮快的 是的 RBS在马路对面啊 跟这个FPY在对枪 救济运营 一个大侧身 CRAZY112直接被马东西给放倒 连打逮捕 是的 直接抓一个过点 可以的 队友呢 队友赶紧过来 可以把这边防径拿下了 人数有优势 但是马克马克干拉这一下 直接被小蚊蚱逮了到一串二 跳在空中接了一枪头 CTG的毒狼 最终还是被SMS给找到了 是 烂尾楼的这一侧 形成了一个三打二 万别抬头现在 十九这边有两个击倒 抽到两个了 因为他踩的位置偏东部一些 但是远点95K的枪线 自己也被打倒了 是 蓝圈缩过来了 这个位置救不了 坏了 这很香啊 是啊 车翻了车翻了 这辆超跑的高度又不是很高 严谨的击倒 但是自己倒完之后圈来了 GFY是可以封烟扶人的 对能扶 那个点位能打到他们的 已经不再圈了 那这个手雷过来 小凯 三人倒地啊 还有烟吗 三个人骑骑爬上Summer 车也要炸了 赶紧溜 哥救一下 哥 好吓人现在 我到底救谁 哎 哎呦 立起来了 你别说他立起来之后 这个眼睛更舒服了一些 大同幕和彭物形同时被淘汰 是的 甜甜队友的包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烟 哎呦烟散了 911也直接被补掉了 赶了一下 按不住了兄弟们 按不住了 烧着了 好烫 XCG 还好一丝 KID 这防区还没分出胜负啊 还没分出胜负 准备进攻了 天梅 两颗雷 挂二楼 人数少的话先要想办法看能不能先打一个 对 主要是马东西也拿了一把喷子 在这种狭窄的楼梯口 确实喷子很强啊 这边探出来就是一喷子 Forgan连个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是的 直接一波刷屏 带走了ACG 然后旁边的这个独狼 这枪线太多了 TMA确实也不好过 烤鱼原点的放枪牙皮直接被放倒 竟然还买了一个KID 哇塞 这个LULU 反应好快 好凶啊 自己打了一丝血 直接反杀对手 然后755又在 收割 收割 AK之王 755 SMS在这里这一局打了还是挺舒服的 这个山头一战 啊 现在已经拿了11个淘汰了 是的 除了CTG的那一波压力给完之后 他近年没怎么吃 啊 敢这样子跑吗 小轩 上头了 哎呀 直接连倒两个 选子被放倒 但是依旧还是SMS人数占优势啊 三打一 这是没有烟了吗 这么干拉过来 我在想 确实是胆子有点太大了 现在就剩下2TAP了 走的有点灵性啊 是的 别说两枪头了 现在四枪头也不管用啊 开始发力了 KRG在这个地方遭了大众 DSS直接过来以BZA26将对手给带走 并且进入这个位置 兄弟开过了 开过了 开过头了 DSS 看一下反打啊 血量不是很多 一瞬之间DSS也莫得了 好多快DSS 这一局在这个山头上 18个淘汰 本身以为 兔维赛大家会打得更稳一些 但是从第一局开始啊 就埃伦格的第一局开始 这大家打得很猛 TYE能不能抓到这波机会呢 看一下旁边 其他队友的一个战斗啊 南边要打 RBS和I7 旁边还换到I7的分数 旁边的人在猛猛冲 这一波真是 枪取得了胜利啊 思学秒 因为MC16打他也没有打到这个头部 打的是肚子偏胸部的位置 就见冒血了 但是一直不倒 反正这里确实是难以存活了 你别说这一局RBS打得还挺不错的 过了马路这条最难的 点 但是后续操作空间依旧还是比较小 就是来到这个麦田 没得地方站的 对啊 对不对 它是慢慢慢慢地磨 在边缘磨 实在没办法要往前打了 然后去找了一波I7 结果发现圈的优势真的太大了 是的 755 啊终于兄弟们想起我了 那是 拿了 SMS是拿到了DSS的投资物啊 但是阿托克斯的这颗雷烤鱼直接被炸到 这确实容易吃道具啊 不是被火烧就是被雷炸 好 那这样 现在旁游FTY也是在蓄势待发啊 已经蓄力80%了 头顶上75 还要继续打 要往前顶了 鼓发子弹 哎呦 队友呢 队友帮帮我 娄斯科上来 打扫 就是IFTY上来就开始打扫战场 整个右上角被他轻空 接下来是一个4打4的决赛圈 IFTY对阵到XLG 来一手找一个大身份的时候 一枪秒了他 但是 旺仔过来直接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看你一颗雷 将往后跑位的旺仔给直接炸倒 这是一波机会 而且现在许生点得小A 造成不了太大危险啊 这样的话小A可以上来帮队友一些顶 旺仔被淘汰 4打3 没有放倒 但是可以看到对方血线掉的挺快 现在 哎呦 MOSTER一颗手雷 把特别给炸翻 高点压制 侧身偷 怪兽 2打2 嗯 血线这个位置被点出来了 哎 你看就是这个侧身他一直处理不了 然后又不能往前顶 因为高点一直 你还能看来 我还能看来